我們來把它拍成短影音五分鐘的影集 邀請知名人士 知名藝人 知名歌手 來串演真實案例改編的打炸公益影集 資深男性秦陽演出台灣霹靂火爆紅 但過去卻因為投資失敗 賠光存款還欠下七百萬元債務 近日付出現身拍攝公益影集 以過去經歷呼籲全民共同打炸 也要感謝聖竹爐大哥 百忙之中抽空來演出 即將被詐騙的老先生 我真正的 真正的 對 詐騙 合體聖竹爐演出 其實過去聖竹爐也曾捲入詐騙案 替詐騙集團拍廣告 拿二十萬元酬勞 之後集團爆發九十億元 五千多人受騙事件 聖竹爐被眾多受害人指責 應付共犯責任 也激起他宣導反詐騙的決心 端爺 卡斯集結 王滿嬌 納維勛 昔日臺灣霹雳火好友行禁員 還有近年來很少露面的馬國畢 他曾在二零一三年簽賭欠下五千萬巨債 事隔十年以自身經歷進行宣導 意氣相挺出演短片 也讓秦楊直呼真的很感動 以真實社會案例為背景改編 第一集五分鐘的影集 規劃籌備三週 目前已經拍攝完畢 預計將在警政署播放 秦楊也呼籲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企業 共同響應加入反詐行列 三新聞蔡宇智 王晨英 王沛華 特報道